Hello 大家好 我是VV 今天又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小感想 其實兩年前就和大家分享過澳洲工作三年 香港和澳洲的分別是怎樣 當時分了上下一二兩個Vlog 其實之後呢 陸陸續續都有人問問我 工作上面的文化問題 特別是在澳洲 所以現在就叫做工作五年了 其實兩年後 但其實少於五年 遲些我再拍一個Vlog 分享一下為什麼 大概叫做工作四至五年 有沒有什麼大感想 是有的 我這次是拍一個短短的Vlog 再和大家分享多一點 主要其實有就是 OT的文化 有人也問過我 其實在澳洲是否很主流呢 總體來說 有的 但其實我自己感想 澳洲一定是比香港少的 那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香港就一定沒有Pay 其實說真的 在澳洲在香港 如果你叫我做半個小時 幫忙四十五分鐘 大家一群人支持的 很忙的 澳洲真的沒有這些 每天的 多過半個小時 但如果在澳洲 真的 如果他多過一個小時 或者他老實說 不行我真的要不夠人了 由你放工三點半開始 可能我到五點鐘 我才有人等你那個位置的話 你願不願意幫忙 就算過半個小時他都會Pay回來的 所以大家還是 要抬 written 所以大家是 克虧白板 piggyback 去給你錢 到時PaySleep 即那個 она 那裡就會說 over time 給你一個半小時 就是這樣 如果要over time 一間的話 甚至是給你休息多些 和給你一頓錢 或者給你一頓金錢 或者給你一頓餐券 之類 其實之前vlog上也講過 如果他真的要你OT,他多数是九成多都是好声好气问你 他不会死前难打,不断扯着你问你为什么 或者挑战你,为什么你不回OT,为什么你不帮忙,为什么你不听电话 为什么你不认我,没有这些东西 最多是试过上面有个经理问我两次 你帮不帮忙,为什么你不帮忙,只是这样 然后你问我没有空,我真的有事忙,就说OK 那当然自然会有人承受 而且这里有casual pool,有一堆人是专做casual 你不回来,他就找个casual去承受,没有东西 所以他说,除非你真的到一个关头 要你的职位,要你的人非不可,他才会真的求你 否判断,否判断,是不可,不得了,他不会接受你 好的,麻烦了,不要紧的,如果你拒绝他 所以没赋励,从来都没有,做了四年多五年了 真的从来没有赋励,关于你的on time 试过有一次,有着是有赋励,突然有人召食,真的不能顶起 那麽他就說真的需要人 靜點晚上那間那間呢 那這些就無…沒辦法了 這些情有可原 完全是不夠人 在這麼急的情況下 否則其他的時間呢 都不會有這支小鮮 就是說好恐怖 就是紓絲你那麼辛苦 一定要幫忙 不幫我合你的臉 給你說話給你聽 沒有這些東西的 那第二 經理呢 其實真的在這兒很chill 很多經理下手下腳幫忙 很願意幫忙 很投入病房 不是在辦公室做自己的事 不會的 如果你有事敲門 你說有事幫忙 有問題 他會馬上出來幫忙 我在醫療部門 在醫療部門叫他 他會出來幫忙 當然啦 你不要說什麼雞毛蒜皮的事情 你會壞人麻煩人 但有事你一叫他 他馬上出來 會很願意幫忙 我看過有些病房的經理 是下手幫你換床單 幫你照顧病人 帶他去廁所 都見過 所以其實 整體的經理真的不錯 第三 我發覺這裡 比較普遍 在醫院不同職位的人 都可以真的做朋友 我剛剛來做的時候 我經理的女兒開派對 遮遮 PSA這裡 負責清潔 那位職位的姐姐 都帶女兒去她的派對 玩 她倆是很友善 大家會有聊有聊 其他病房 我都見過很友善的 我們病房開派對 你說護士帶食物 當然啦 經理也會啦 文書也會啦 甚至姐姐也會 我們會邀請其他不同病房的姐姐 來坐下 玩啦 醫生又帶東西來吃 大家會很融合 很開心 其實我都跟麥仔說過 這裡感覺上 好像和諧一點 麥仔都會說是 可能是因為 這裡覺得 沒什麼所謂 你做什麼職位 還有 大家最主要是 什麼呢 我 大家目標一致 做好些事 大家開心地放工 我們這裡真的很開心 那我經驗呢 我和一個姐姐的PSA 是很友善的 她很好人的 我們吃飯經常聊天 然後我 我剛好要少少泥 因為澳洲買泥 買了一大包的嘛 我想要少少泥 她又會拿給我 然後 我說那天喉嚨很乾 很不舒服 她其實就是 柬埔寨 混合在中國 她就聽得明白我說 那些咸金吉 我都解釋了一會 她才知道 她得到是咸金吉 然後她說 她不出聲 然後第二天 她就拿一瓶咸金吉給了我 送給你 你會覺得 上班很窩心 你在外國工作 有人聽得明白你需要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在哪裡找什麼咸金吉 我又不適業的 她做了一瓶咸金吉 我會 吃下去很窩心 很溫馨 很開心 有朋友 她家裡 住得很遠 她有種水果 香蕉 然後她會 拿回來的病房 然後派街坊 她會很開心 我另外還有一個和我好朋友 也不是護士 她是一個Porter Porter 她主要是把病人運送到其他病房做檢查 又或者送到其他病房 我和她好朋友 因為一開始她來探望一個病人 她幫了我一個很大的忙 自知以後 在醫院常常遇到她 遇到她 遇到她便很友善 久了 到现在我放着长假,他会找我 他知道我还没睡觉,他回到公司,就会打电话和我聊天 我们又会有信息,他和我都是狗爱人,我们很喜欢狗 我们又会常常聊天,讲狗经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因为上班很不开心,是在家里有些事 我真的很悲哀,他会抱着我,拍着我,看着我 他好像一个伯父,但又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他会常常说,很幸好会认识我这个好朋友 我也是,这里会认识真心的朋友,有真的友谊,会觉得很开心 你说上班厉害不厉害,拼不拼,是不是很厉害 有的,有时真的很忙碌,难听些趴在那都有试过 对脚忙到,感觉到不属于自己的,都有试过 但是总体来说,你说要和香港比,在澳洲做事就真的开心很多 有时,例如我都分享过,如果工作上有问题发生了,他们不会一开始扎鼻 有曾经发生过,有些事情就是工作上有问题 我不说,因为是confidential 但是呢,其实最终这件事不关我事的 但是,由事情一开始发生,到中间尾段,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会扎鼻我 什么都没有,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做错事呢? 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是不是我做错 然后,只有我自己,他不断说我自己,但其实没有人说过我 然后,当然,发现了这件事不关我事,我当然有爱心了,没事 但是,整件事反思是慶幸,在这里,没有人会说你真的 不是我纯粹说我真的没有事,是不是 说真的,如果说事情发生了,再加上有人去责备你 或者用一些很挑战的口吻去挑战你 或者给你压力施压的话,整件事真的很负面 所以想起来是很兴幸,没有事情和没有压力 还有,公会是真的很支持的,很多事情,譬如遇到有些问题的时候 都有同事会说,你去找一下公会,会不会帮到你 其实自从加入了公会之后,你有什么,其实你打个电话 讲下你的memorship number 他们真的很帮助,有专员可能真的会帮你解决问题 所以其实很鼓励这里的人是要加入公会 因为有时工作上,如果遇到有什么问题 或者到时有责任是归于你的 他们会好像是相关的律师,是会帮到你 还有他们有那些专业人士告诉我给你 我们就算问一些价的问题 我说我不太明白这里的价价,它应该给的对不对我 我打个电话去问,他们都可以解答我这些问题 所以其实如果在这里做事,我一定会建议你们去加入公会 就算不是护士的加入公会 其实去澳洲很多不同的职位都会有公会 在医院护士有护士的公会 但其他健康业专业都会有自己的公会 所以其实是不错的,不要说我要给年费会觉得贵的 所以你一定要加入这件事,这件事是保障你自己的 而且他每几个星期又开会 在医院会问你们,会不会病人护士的比率 大家可不可以谈一下 很多不同的事情会谈的 当然现在COVID-19,他经常都会开会 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 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你们争取 所以我就会觉得澳洲的公会真的不错 这个是我今次两年后再拍工作 4.5年澳洲工作的感想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个vlog 喜欢的话,希望你们给个like 喜欢我拍的video,希望你们subscribe 那现在呢,就是日头 所以have a nice day,bye bye